哎 你快点啊 两位好 好毛线啊 我们来离婚的 我劝你们两个 还是过了冷静期以后 再决定离不离 我一会儿都不想冷静 马上给我办 其实我不想的 我实在是被他逼得没办法了 请问你们两个 因为什么要离婚呢 还不是嫌我太穷了 你还知道自己穷啊 你看看人家的媳妇 哪个不是出入有位 穿金带银 宗享富贵 再看看我 衣衫蓝绿 饥寒交迫 啥都没有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真是 这位先生听我说一句 红云的幸福称动 恒大于不疯 取决于金钱和物质 这就是现实呀 但是 我还是希望你们养米 再冷静冷静 关键是他不想冷静啊 小萌啊 咱们俩之前发过的黑市山萌 你都忘了吗 你当初答应过我的 跟着我以后哪怕只吃这个 粗杂蛋饭 你也不会离开我的 那是以前 现在我现实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唉 那你们的财产如何风格呢 他有个屁的财产 就一套五十平米的破房子 贷款还有一大半没还清呢 那财产这么丰沛呢 唉 房子我不要 给他 这个贷款啊 我会想办法尽快还清的 那你们命下还有其他财产吗 比如说 车 有个毛线的车 就一个破电弄车 它总是坏在路上 我才不要呢 唉 心寒呀 你还有脸心寒啊 结婚这么多年 你说你给过我什么 我给了你温暖和爱呀 温 我才不要你的温暖和破爱 看样子你们两个已经到了 非议不可的地步了 那就立吧 唉 这两张表麻烦你们填一下 一定要如实填鲜 填完了 我也填完了 别学我说话 谁学你了 麻烦你们两个把名字签上 签好了 我也签好了 收拾板好了 你们两个整身离婚了 这位美女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走一步 走一步看一步吧 如果遇到合适的 你还想找不着 有合适的肯定要找啊 但是条件这次一定得好 你看我怎么样 你 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也刚一红不久 想再找一个 你说的条件 我都举别 房子吃重宽 一样都不缺 更主要的是 我马上就退休了 有时间带着你去环球旅游 要清教又清教 要浪漫又浪漫 这也不是不可以 喂喂喂喂 你也不看一看 他多大分数了 你看 要你管 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哎 跟我在一起 公子卡姨妈交给你保管 欠你随便花 以后再也不让你管那种 极寒娇婆的日子了 说的我心话都怒放了 那你 三十同意了 算是吧 什么叫三十呢 人家还没跟你一起 逛过街 吃过饭 看过电影吗 原来是这样啊 这些要求太简单了 我全都答应 还有一分钟就下班了 我马上带你去 逛街 吃饭 看电影 那我还要买新衣服 新包包 还有新化妆品 全都答应 那我们就走吧 好 这也可以啊 这也可以啊 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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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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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